商业价值缩水,待遇不如CBA球员,火箭潜力中锋已有加盟CBA念头,随着现在NBA比赛接近尾声,几天后马上就要开始的总决赛过后,这个赛季的NBA就要结束了。 不过也就是在本赛季季后赛时,火箭队却传出了两名中锋,被其他球队盯上的新闻,有消息称太阳队已经为卡佩拉开出一份顶先合同,这还不算什么,毕竟卡佩拉本赛季表现出色。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周琪也被人挖,CBA的北京首刚南篮,想在下个赛季,将周琪挖过来充实内线,虽然有很多人都建议周琪留在火箭队发展对自己最有利,但是一条消息可能会让周琪改变留在火箭队的决定。 像当初在CBA打球时,就有某国际品牌运动公司,与周琪签下了合同,他们那时候觉得周琪是未来中国南篮的领军人物,虽然达不到姚明的高度,但是他无疑是未来中国最好的南篮明星之一。 不过现在周琪第一个赛季在火箭队的曝光率并不高,在球场上很难上场,所以他现在在NBA的商业价值也缩水得越来越严重,火箭队对他刚开始是充满期待的,可是到了现在火箭队也是拿周琪没有办法,毕竟实力在那摆着,想强推也推不出去。 从现在周琪代言的品牌来看,现在的周琪甚至还不如在国内CBA联赛打球的一届连与郭艾伦,不仅影响到了周琪在广告方面的收入,更加影响了周琪在未来商业发展上的前途。 所以现在北京首钢队与周琪的团队正在进行接触,周琪也并没有反对,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,周琪并没有毒死自己回到CBA之路,CBA球队也是周琪的考虑之一。 周琪以前曾经说过,这只是他的第一个NBA赛季,他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,他就是长时间去坐冷板凳也能提高自己的篮球水平。 不过对于周琪来说,他心里一定也想着上场,22岁的年龄正是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提高自己水平,锻炼自己能力的最好时光。 所以周琪真的不如回到CBA从头再来,只有22岁的他,未来的机会很多,他周琪这样的打法非常适合未来内线球员的打法,既快又高,还能投三分兵且能改冒。 未来说不定,周琪能进化成三分版卡佩拉也说不定,所以如果未来在火箭队是真的没有机会了,那回到CBA去打球也是另一种选择。 在CBA打球,随时等待着NBA的召唤,周琪前途很有希望。 ,周琪奔正席的兄uger解决了解决定 似乎说不定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